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有史以来作为优秀的网球运动员 丹尼尔 你的菲德勒 已经落后于萨尔维亚网球之王 德约科维奇了 你认为诺瓦克确实是历史上 最出色的网球运动员 抑或着菲德勒仍然能够保持在跌峰呢 让我们从这样的事实开始 菲德勒已经34岁了 他的背部 膝盖都有伤病 而且都进行过手术 养四个孩子也不容易 你说得对的确不容易 原则上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末期 而德约科维奇只有29岁 他在最近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获胜 摘获了第12个大满贯赛事冠军 德约科维奇是领跑者 虽然之前在决赛时输过安迪·穆雷 但其个人积分仍然远远领领先其他球员 而你再问德约科维奇是不是史上最优秀的网球选手 他的身体素质和机球力量简直太棒了 我认为作为网球选手要比前辈们都优秀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网球选手的视频 那个时代巅峰的布尔格是否能够与现在的德约科维奇相竞争呢 我认为并不能 我认为布尔格在网球技巧和机球力量上都还不能够与诺瓦克相匹敌 但尽管如此您认为菲德勒未来是否还有机会获胜呢 要知道他可是网球界的巨头 我认为菲德勒现在出现了许多问题 单手反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需要左右手都能够做出反击才行 而且现在的网球设备也出现了更新 现在有更好的球拍和拍弦 网球运动员需要保持很好的体型 虽然菲德勒的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正一步一步丧失优势 阿加西30岁夺冠的时候 曾经被誉为是革命性的成就 勒约科维奇现在已经29岁了 他还有希望在温网美网赛事夺冠 但是他的反手机球质量还是会减弱 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肯罗斯沃曾经在39岁的时候赢得温网 但多数的网球选手职业巅峰时段 是在25岁至32、33岁之间 而这最重要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而定 因为很多人是从10岁开始练习 越长时间经历赛事 对他们的身体负荷就越大 我觉得你对网球的兴趣源自于职业生涯 高峰时期在70年代的吉米·康纳斯是吗 不 是因为女将埃夫特 吉米娶了埃夫特 不 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订了婚 据我所知 发球上网的方法 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 是吗 是的 之前有人试图让网球击打节奏降下来 球场上开始覆盖上青草 这能够让球飞起来更慢 因为球迷喜欢看更长时间的比赛 那么这就是说 一场只击打16至18拍次就结束的比赛 已经成为了历史是吗 的确如此 澳网公开赛场地已经铺上了草地 而不久之前 温布尔登球场也会种草 顺便我想说 费德勒的伤病问题 小威廉姆斯也在法国公开赛上碰到 他的职业生涯似乎也接近尾声了 本期金钱体育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是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森和丹尼尔华纳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